关心未来这几天的天气了 今天来说受到东北风 加上泛高台风 外围水气的影响 因此整个东半部地区 大台北山区雨时会比较大一些 而中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有雨的状况 到了周六开始 这个白天水气减少 除了东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东北风带来的水气 所以还会有些降雨 其他地方则是会多云 多云到情的天气了 到了周日东北风减弱了 各地的气温更回升了 而且天气也会更稳定一点 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情的稳定天气 只有在东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了 那么接下来就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来看到北部地区 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 都是有降雨的一个天气形态 今天高温来到23度 比较凉一点点 而另外在桃园 新竹跟苗栗 今天一样都会有降雨了 温度的部分是20到24度 继续看到中部地区 今天在台中 彰化跟南头 一样都是多云到有降雨的天气 高温来到25度 而在云林跟嘉义 今天同样是应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高温来到25度 接着我们往南部走 来看到在台南 高雄跟屏东 一整天的天气状况 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云量比较多一点点 在高平地区高温还来到27度 而在宜华东的部分 今天同样是多云到有降雨的天气 尤其宜兰的雨量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而至于外岛地区在澎湖市 多云到有降雨的天气 金门多云 马祖是情道 多云温度是18到21度